大家好 我是文威廉 欢迎收看本时段的新闻快讯 美国今天开始向来自数十个国家的 已接种疫苗旅行者重新开放的边境 结束为期超过18个月的国际旅行限制 根据达美航空的统计和刚刚过去的六周相比 订票数已经增长了450% 根据新规 完全接种FDA与WHO世卫组织 紧急授权疫苗的旅客将被允许进入美国 前提是他们能够出示疫苗接种证明 以及旅行前三天内的新冠检测阴性证明 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和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不受此限制 但必须提交旅行前一天的新冠检测阴性证明 达美航空表示 在宣布美国重新开放后的六周内 国际销售点预定量与宣布前的六周相比增加了450% 边境开放后 各航空公司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 增加了跨大西洋航班数量 并计划使用更大的飞机 虽然需求上升 但这些变化并没有对 飞往美国的国际航班数量产生直接的影响 根据航班数据 在放宽规定后的第一周 航空公司每天飞往美国的航班平均将达到1390架次 仅比前一周增加35架次 由于疫情进程的不确定性 美国旅行协会预计 国际入境旅客至少要到2024年 才能够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 周五晚间在德州休斯顿举行的天文世界音乐节上 发生踩踏事件 造成8个人死亡 遇难者当中 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 两名伤者向法院提交了上诉 指控歌手以及音乐节的主办单位 轻忽观众的安全 天文世界音乐节发生踩踏事件 造成至少8人死亡 其中包括两名未成年人 目前已经有25个人被逮捕 有现场视频显示 踩踏事件发生时 现场观众大喊停止演出 而现场的观众还发生了争吵 场面混乱 当地警方表示 警方已经对这起踩踏事件 展开了犯罪调查 目前已经有25个人被逮捕 其中23人是因为涉嫌非法侵入而被捕 一个人是因为持有大麻被逮捕 另外一人则是因为涉嫌在公共场合 饮酒滋事被逮捕 目前尚不清楚 这25个人与踩踏事件的发生 是否有所关联 此次音乐节的组织相当混乱 在当天早些时候 入口处就出现了拥挤 混乱场景不少人从入口就冲进了音乐节的现场 安检设施也遭到了破坏 音乐节原本计划要举办两天 而5号的踩踏事件发生之后 6号的活动就已经取消 在7号由一名23岁的受伤观众去控告了歌手 与负责音乐会运营宣传发布公司 以及提供场地演出的公司 另外一名受伤观众在6号则是向法院递交了诉状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全美有多所长春藤的大学 收到了炸弹威胁 随后发布紧急警报 并且进行了人员的疏散 警方在事后证明 这些威胁并没有依据 周日下午 康奈尔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和布朗大学 都在炸弹威胁之后发布紧急警报 每所大学都短暂的疏散了大楼 并且警告学生要远离校园 周日晚上7点半左右 康奈尔撤销了警告 并且在推特上表示 执法部门已经结束了对伊萨卡校区的搜索 并没有发现可信的威胁 可以安全恢复一切正常活动 哥伦比亚大学也在调查之后发表了一份声明 表示纽约警方认为今天的炸弹威胁不可信 校园建筑已经被仔细搜索 可重新使用 布朗大学也在周日晚些时候认定 炸弹的威胁不实 此前官员向学生们发送了一条短信警告 表示警方正在调查校园内的多座建筑 其中涉及到炸弹威胁 此外在4号位于俄亥俄州克里夫兰的克里夫兰州立大学 也收到了炸弹威胁 而5号下午耶鲁大学也发生了类似的炸弹威胁事件 周日早些时候一架装载着炸药的无人机 袭击了伊拉克总理卡里米的巴格达诸所 所信卡里米并没有受伤 包括总统拜登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 纷纷谴责这起恐怖袭击事件 伊拉克军方的一份声明表示 袭击目标是卡里米在巴格达绿区的住所 住守在绿区总理官邸外的卡里米个人保护小组 有6个人在这次袭击中受伤 但声明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 卡里米的官方推特账户表示 总理的处境安全并且呼吁大家保持冷静 卡里米的媒体办公室周日表示 卡里米主持了一次与高级安全指挥官的会议 讨论当天早些时候发生暗杀未遂事件 当时有三架武装无人机袭击了卡里米的住所 总统拜登周日在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 这起针对了伊拉克总理的恐怖袭击事件 并且下令国家安全部要协助伊拉克安全部队 调查这起袭击并且追查凶手 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及英国首相强生等也发表了声明 谴责这起袭击事件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武装组织表示认领 这起袭击事件 新闻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 感谢收看本时段的新闻快讯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持续关注话语电视